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名学生在前往课外活动的校车上发生口角 原因是其中一名男生戴了一顶支持特朗普的帽子 两名学生在争吵中发生了肢体冲突 相互殴打了对方的头脸 第三名学生则将事发过程用手机拍摄了视频 并发布到了社交网络上 由于视频记录了整个事件 学校将就视频资料对此事进行全面的调查与介入处理 根据校规 目前三名学生受到了停课查看处分 处分结束后 学校将对三名学生进行调解 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和平对待与尊重他人的不同观念 来自莫斯科的摄影师尤里亚 进行了一个特殊的拍摄项目 那就是给白化病人们拍摄一组文美大片 在她眼里 这些患有白化病的人有一种特殊的美感 而这种美感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不具备的 她觉得白化病患者的美丽十分的纯粹 就好像是从红化世界中冒出来的人物一样 作为一名职业的摄影师 尤里亚很擅长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 打造出一个超梦幻的世界 但是给这些白化病人拍摄照片 却给尤里亚带来了一次不一样的体验 因为她似乎根本不需要任何的PS 照片本身看起来就是那么梦幻 那么美丽 所有的这些照片都采用白色的色调 并且不掺杂任何其他的颜色 但即便如此 观者还是能享受到一种强大的世界冲击力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凤内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找扫描屏幕左边的维码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咯 请保ant